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就是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为什么有这个法条例的出现 我们在这个法的总则里面第一条 它是开中民意讲的这些东西 第一条它讲到为了防治还有消弭 以儿童少年为性交易对象的事件 所以特例的这个条例 就是说当今天你是成年人 你要跟儿童及少年发生性交易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小心 不管是这些儿童或是少年 它是你请我愿的 但是因为它是未成年 所以你跟他发生一些所谓的性交易的事件的时候 那你就会接受到这一个法律的一些惩罚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课程里面介绍的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这个法其实就在规范16岁以上跟未满18岁 当你跟他发生性交易 或强制跟未满18岁的人 与他能进行性交易的时候 你有可能接受到所谓的有期徒刑 或是所谓的罚金的部分 这是在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是在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里面 它是在专指所谓的性交易的部分 那在刑法227条的部分 它这里不是当你跟未满16岁发生了 这是在规范所谓的性行为 性交易跟性行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刑法227条是在规范你跟未满16岁的性行为 然后你有可能接受到的这些法律责任 有期徒刑以及罚金的部分 那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它是在专指所谓的性交易的部分 那当今天青少年 跟你发生所谓的性交易的案件的时候 我们通常我们的处置方式 就是会将这个青少年移送到所谓的少年法庭 然后最后把他安置在所谓的中途之家 那为什么要把他安置在中途之家 他希望透过一些辅导力量 然后让这些青少年们 可以至少有一些价值观上面的改变 所以在最后我们只要强调说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里面 它是在专门规范跟未成年之间的性交易 然后你要负责 你可能要背负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那在刑法部分是专职所谓的性行为 那你要背负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那这时候你有可能会问说 那我跟他既发生性行为 又发生所谓的性交易 那会怎么样 那就是这两个法会同时处罚你 好介绍到这